周公领导下的东庄行动持续了三年左右 王朝通过长年的掩护战争 促进了东方广阔土地上的反派势力 西州国家掌控下的土地面积迅速膨胀 而这些迅速膨胀以后多出来的广阔土地 需要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进行管理 最终西州王朝兼顾传统与时代 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逢邦建国 在周人的世界观里 以洛伊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被称为中国 意为天下之中 从中国往东被称为东土或者东国 往南被称为南土或者南国 往西是西土 往北是北土 中国以外的土地被犯称为四土 四方或者四国 周人从西土地区发家 并计划以中国地区为统治中心 所以周邦横跨中国与西土两个地区 是西州王朝中央直辖的土地 也就是内外府制度里的王级 周邦以外的四方天下就是西州王朝的外府 统治方式就是建立众多的数邦 并分派到各地 把控战略要点 数邦作为西州政权的分支机构 将西州政权的统治和影响力 扩展到天下四方 发售战争以后 周五王曾经进行过初步的分方 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局势 分方的诸侯邦国数量并不多 大部分还都分布在距离周邦比较近的小东地区 周攻东征以后 周人实现了对大东地区的军事征服 充分打击了殷商财与势力及其支持者 伴随着东征部队的向前推进 更多的周人祝侯邦国被部署到了远方的土地上 东征部队占据商议以后 开展了一系列的报复性行动 但是要想让英帝在周人的统治下保持长期稳定 仅仅凭借武力威慑和打击报复是不够的 于是周攻旦将英人移民彻底拆分 迁徙 并在当地分放了一个新的祝侯邦国 为 统治中心在汽水跟黄河之间的墨翼 统治区域为殷商旧王纪地区的南部重要人口密集区 第一代卫国君主是周公丹的弟弟康书峰 后来还曾经兼任王朝中央的司寇一职 康书峰的儿子康伯茅在王朝中央担任过太师 曾经多次带领殷八师征讨东夷 经常性地在牧野跟河祭之间的土地上驻扎 多年以后 康波茅继承康书峰的卫国军卫 康波茅经常驻军的那部分土地 也就变入了卫国管辖 卫国统治的民众主要为英民 其中英民七族是卫国统治集团的重要助手和政治盟友 卫国的英民七族分别是陶氏 诗氏 博氏 骑氏 凡氏 鸡氏 中奎氏 这七个族群的名字与特定的事物相关 比如陶氏是陶器的制作 诗氏是旗帜的制作 这可能是指定服役制度的一种体现 被统治族群的基础产业可能都是农业 并不一定集体从事特定的手工业或者木业产业 只是早期国家社会分工程度比较低 血缘关系影响力较大 不同的族在上级证券的统治下 在特殊时期为上级君主提供特定的产品 这些提供给上级君主的产品未必就是本族直接生产的 也可以是交换贸易得来的 英民七族的名字可能就是在过去的某个时代里 或者是在被分配给诸侯之前的仪式上 按照指定服役制度的要求确定下来的 当然这些族群最终在邦国中所承担的职责 可能并不跟他们的名字相对应 周人邦国统治者需要这些族群 参与到政权组织中协助统治 魏国的英民七族 鲁国的英民六族 晋国的怀姓九宗 都是类似的情况 魏国的英民七族 可能是在殷杀时期地位不高 并且远离政治中心的不足群体 因此在殷杀灭亡之后 这些族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参与到反抗周人同志的叛乱当中 周人可以放心地把这些人留在当地 作为魏国同志的基础 为了魏国的长治久安 周公弹还给魏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纲领性政策 向康书峰强调了魏国应该秉承的统治方针 即采取殷商的政策制度管理民众 采取周人的制度管理疆土 周公弹强调 作为魏国的初代君主 康书峰要继承文王的统治理念 虚心学习并吸收殷商先王的统治经验 随时掌握殷民的思想动态 小心谨慎地管理移民 不可贪图安逸 也要认真地对待移民的意见 协助天子引导并改造印商移民 一定要慎用刑罚避免装断 要经过充分的考虑以后再实施刑罚 也要毫不留情地惩罚最大恶极的人 保证相关官员能够严格并准确地执行邦国政令 维护邦国的权威 努力治理好邦国民众 维护王朝中央的统治 针对殷民社会中长期酗酒的不良风气 周公弹向康书峰强调了禁酒的政策 表明要遵循天命和文王的理念 确保酒应该用于祭祀天地鬼神 而不是用于个人享受 殷商统治者们就是沉迷于饮酒享乐 才导致王朝灭亡 天命转移的 因此 康书峰和司马 司徒 司空等魏国领导层 要充分吸取殷商的教训 采取严厉手段 强制性戒酒 周公弹规定 作为统治阶层内部的周人 一旦被发现有聚重饮酒的情况 就要将参与其中的人员全部逮捕 并押送至王朝中央处决 但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殷商移民 可以不用那么严格的借酒 只是建议殷民在认真完成了一年的生产贸易工作之后 再和家中父母小酌两杯 即使殷民个人过度饮酒 也不能因此判处死刑 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总之 根据周公弹给魏国制定的一系列纲流行政策来看 周人的管理制度 与刑法制度 都要以宽大为本 尊重殷民等地方族群的风俗习惯 要注意采取温和引导的方式 逐渐改造民众 同时 周人统治阶层要保持认真谨慎的工作状态 杜绝享乐主义行为 认真履行职责 保证周人统治能力和统治水平不下降 周公弹提出的这些要求 应该不只是针对魏国 也适用于其他的周人诸侯邦国 但是各个诸侯邦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诸侯的政策执行细节也就有所不同 这其中七国和鲁国就是典型的案例 七国是江姓风国 与西州王室有联姻关系 是西州王朝中央最信任的异形诸侯之一 周公东征以后 伯姑和风等阴仪大国被彻底铲除 七国成了当地最强大的邦国 七国统治区域位于泰山以北的沿海地区 当地主要产业和其他地区相比显得过于特殊 七国初代君主太公望到达风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维持并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 其中一项是凯岩产业 另一项是水产捕捞业 太公望还发动当地的女性努力提高纺织技术 大力发展纺织业 同时利用好当地依人群众擅长经商的优势 通过水产 海盐和纺织品的跨地区贸易来发展经济 可能正是因为七国地区的产业特殊 需要擅长这些特殊产业的当地人维持产业发展 所以七国统治者对于当地的地方族群特别尊重 不用周公弹来强调 太公望自己就会因素而至 而七国统治者对于当地风俗习惯的尊重非常到位 第一代旗猴旺被称为太公 第二代旗猴吉被称为丁公 第三代旗猴德被称为乙公 第四代旗猴慈母被称为鬼公 丁公、乙公、鬼公三代旗猴都使用了这种音商风格非常强烈的日名 作为音商正统继承者 纵果史书上也仅仅记载过一个丁公 这么一对比 在对音商文化的继承上 早期的齐国似乎并不比宋国差多少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音商的诸侯国 而不是周朝的诸侯国 总之 齐国几乎没有对邦国内的民众进行改造 反倒是同志集团把自身彻底改造了 可能正是因为齐国的这种政策 导致太公望并不需要在筹备建国并稳定邦国社会的工作上 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太公望不到半年就跑回去跟周公弹 汇报帮国治理情况了 周公弹也对太公望的高效率表示震惊 而与其国不同 泰山南边的鲁国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鲁国位于泰山以南的四水上有地区 土地和人口主要继承自被东征部队彻底铲除的商演 鲁国本身应当是周公弹的封国 但是周公弹本人需要留在王朝中央住持工作 于是在成王的建议下 周公弹的长子 博秦前往鲁国 成为了事实上的第一任鲁侯 博秦曾经亲自带领部队参加过东征行动 战斗经验丰富 而拥有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君主 对于初建的鲁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鲁国周边的军事压力相当大 鲁国东边的泥水河谷地区 盘踞着大量的淮夷势力 这些夷人拥有城市和邦国 被鲁国称之为海邦 怀疑海邦被靠东海向西发展扩张 威胁着鲁国的安全 而在鲁国的南方虚怀地区 还有虚夷、迎境夷人和淮夷大量分布 在周公弹亲自为鲁国占卜 宣指的国度屈服周边 还有部分的商业参与势力 和宜人反抗势力活动 鲁国最终在两代三任鲁侯的领导下 艰苦奋斗了多年 才基本解决了周边的安全问题 在屈服附近站稳脚跟 也许正是因为眼人和宜人 最初并不太服从鲁国的统治 所以即使这些人 是鲁国境内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侯及鲁国统治集团 也并不愿意让这些人 参与到邦国治理当中来 而周公弹给鲁国分配的英明六组 即调氏、徐氏、销氏、锁氏、 长韶氏、韦氏 就成了鲁国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盟友 鲁侯公氏的智门外 左右两侧分别是英明的博社和周人的周社 英明在博社讨论政治 周人在周社讨论政治 两社之间则是鲁国商讨并发布重要政治决策的场所 除了殷商的正统继承人宋国以外 鲁国是唯一一个建有博社的诸侯国 英明在鲁国的政治地位不可谓不高 当然鲁国还是严格根据中法执行神原则 执行尊尊亲亲的政治理念的 尊尊亲亲也就是西州时代的最高政治美德 任人为亲 周人总结历史 发现殷商就是抛弃亲族才走向灭亡的 因此认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团结 依靠亲族贵人把控王朝权力 是维持天命的重要方法 具体在鲁国,周人公组始终把持着 鲁国最高的权力部门和重要的官职 依人只能参政、议政 在鲁国具体智能部门任职 不能主导鲁国的政治决策 与上述政治政策相类似的 还有文化政策 鲁国的英明可以完全保留旧有的风俗习惯 鲁侯还会亲自参与到 英明内部的风俗治理工作中 严格要求每个英明个体都遵循英理 甚至要求眼人和夷人也都遵循英理 比较典型的英理元素 就是三年之三和坟屋其语的习俗 当然,除了推广英理 鲁侯也会大力推广周理 而在后世的长期发展过程当中 依人系俗里的人的理念 也不可避免地对鲁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理和人的理念相互结合 也就为后世如雪理念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另外,鲁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视农业生产的帮国 为了避免商业发展对农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鲁国的统治阶层长期坚持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 即使鲁国之下的英人群体擅长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 但是由于官方坚持商业发展的政策 以及相对必死的地理环境影响 鲁国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农业和欢迎手工业为主的自给自主的经济状态 总之,鲁国坚持州人统治集团的文化独立性和纯洁性 坚守州人统治集团的政治领导地位 把作为鲁国统治基础的因人、眼人、疑人彻底改造一遍 这种政策使得鲁侯勤的工作量比七国的太公旺要多得多 伯勤在鲁国忙了三年 采迁往王朝中央 想周公弹汇报治理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